委員 今天有沒有帶幸運小物啊 沒有 我從初選到現在很多鄉親 那他們都為我祈禱 所以他倒是身上給了我很多辟邪小物 有帶出來嗎 有有 我用到只剩一兩個人 沒有幸運小物 可是有辟邪小物 辟邪小物 我不曉得 但是總是化險為宜 委員 你這次進到立法院之後 有首次送禮 想要送禮 請問要什麼禮物嗎 我覺得最重要現在 我二月一號一上任 就要趕快回應社會的期待 因為我們國家社會有太多重要的事情要做 比方說我們現在國家資源的分配 我們財政的改善 經濟的發展 司法爭議的改革 我們國防極戰力的加強 那這一些我覺得這是客不容緩的事情 那所以幾乎沒有時間去多思考了 那但是我會把我過去 在議會問政的火力還要再更加倍 因為中央是一個更龐大的組織跟體制 那你要一定要有更強的火力 才有辦法來推動中央層級的部會 所以他們更積極去做事 所以我是一定 我一定秉持我過去強大的火力 那當然送禮物是 其實我過去這樣子送禮物 我認為是給台北市長 那他們最好的言簡易改 一針見血的一個提點 那過去送的這些禮物 我相信他們送禮物的這幾位市長 他們大概心有欺欺 他們都知道我在講的是什麼 那我覺得這樣子就可以 這樣就讓大家心裡神惠 那很多民眾 那也是過來看了以後就非常清楚 我要傳遞表達的是什麼 所以我想我還是不但延續 我在議會的炮火 而且會更加強 而且也會把禮物那做得更細緻化 那更有意義一些 那 委員覺得這次民進黨的總統 還有各個國民的力量 我覺得我們台灣人民眼睛很血量 我們保住總統這麼重要的位置 就是國家的方向絕對不能插準 這是對的 那但是我們在立法委員的習字上面 確實我們民進黨碰到一些挫折 那麼我認為這是台灣人民 給我們民進黨 那一個很好的提醒 也就是說 稍微有權力的傲慢的時候 那人民就會把你打兩下屁股 但是僅止於打屁股 就是希望撤立我們民進黨 所以我覺得這其實就是 我們台灣人民的銳利智慧 那眼光 所以我覺得說我們民進黨應該 這個以此為界 那麼好好的在下一次的選舉 我們如何能夠在立法院 再取得人民更大的信任 你原來對於再次回國立法院 你們的心情是怎樣 我是其實我滿意外的 我16年前的今天 我被從立法院趕得出來 那我又走回立法院 這條路走了16年 那我很榮幸就是說 我這16年來 我沒有被年齡擊敗 那而且我擁有這麼多好朋友 他們一直都對我不離不棄 尤其在這個 從初選到大選過程當中 我看得更清楚 我這些好朋友 像張富邁里長 徐律師里長 何欣慧里長 我們所有這些 陳鋒翔里長 我後雲慧的會長 林春麗 那他們 他們都對我不離不棄 那我覺得 剛好因為他們可能就是 對於我所主張的 他們認為 他們是認同的 我一向主張 我人生哲學很簡單 自立自強 自由飛翔 所以我在選舉 從初選到大選 我都秉持這個精神 那這些剛好跟我的支持者 他們同樣 我這個裡面 所以他們支持我自立自強 所以我們就 挽拒了我們黨內 這些超級明星的助選 我們請他們去幫 其他更值得 他們去幫助的地區 那我們在我們大同市里 那我們靠我們自己的力量 那我們沒有被打打 我們站起來 我想說這次會贏那麼多票 我們四萬多票 我 滿意外的 有贏了就好 有贏了就好 我有點嚇一跳 你這個 你這個 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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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我選前就沒辦法說了 現在更不會有話說 因為我是 我是這麼認為 他是我議會的同事 那選民們當初選我們當議員的時候 是要我們去監督市長 監督市府官員 不是來監督評論其他議員 所以我從過去到現在 我從來不評論我議會的議員同事 因為這個不是選民要我們做的事 所以即便他跟我選舉對上 但是我從來也絕對不去評論他 先前沒評論 現在更不會評論 你會安慰他嗎 不是 那個 不好我安慰他 就是說這一次大選 很意外的 我覺得他有得到安慰 就是說很意外的 這一次大選 復承認何志偉跟他的友情 所以 那怎麼看之前講完 所以他倒數計時器的時候 他還有酸女說不一定用得這樣 那這次有沒有想要跟他講什麼 沒有 我覺得講完事實上 我們跟他 即便不同政黨理念不同 那在政治上有對立 可是再來進去立法院以後 因為我來自台北市 那我認為台北市現在有很多 重大的市政建設 需要中央來補助 比方說 我們捷運北環段 南環段 東環段 經過這三年的疫情 我們物價跟供應料都大幅度上漲 現在差額大概需要440億之多 那我認為這440億 絕對不是我們台北市政府 單獨可以負擔的 所以我在選前 我透過質詢 我就有跟蔣市長 還有我們議長副議長相約 我就跟他們講 如果一旦我選上 那我第一件事要做的是 我就是安排議長副議長 跟我們院長副院長來碰面 針對我們台北市政 需要中央協助的部分 我們大力來追求 因為畢竟我們是首都 那捷運建設 晚一天就會增加一天的社會成本跟負擔 那現在大家看得到 我們台北市捷運 除了四通八達 那再來新北市 台中高雄 他們陸續都有了捷運之後 大家才更是深刻體會到 說捷運不但帶給我們市民便利快捷 而且因為捷運 那可以讓我們地上的交通 使用量降低 所以也減低了生命財產的損失危害 你看車禍數大幅度低少 那生命是無價的 所以捷運的開發非常重要 再加上那這十幾年來 那房價地價的高漲 透過捷運 我們可以去帶動 那周邊社區的發展 可以去開發更多的新社區 來降低這些房價 讓青年朋友們 讓中低收入有房子可以住 所以捷運的開發 除了交通的目的以外 我們還可以達到平衡物價 這一點 所以我認為這件事 唯有中央可以做到可以幫忙 那所以即便我跟蔣萬安在政治上對立 即便選舉他必須支持他的黨 那但是我們選完了 那一切的恩怨就過去 再還就是說如何幫我們台北市 一起來解決問題 那裡面怎麼知道 他現在要變成同事 嘿 嘿嘿 沒有耶 韓國瑜我個人對他沒有什麼 沒有任何成見 而且我覺得韓國瑜也是有我們值得學習的地方 比方說他口才超好的 我常常說韓國瑜是從嘴巴先生出來的 他的口才是一流的 我應該跟他多學一學他的口才 我認為您十六年前離開立院的時候 因為八星過來打賭你有跳海 那今年你回歸的時候 你有打算做什麼做金書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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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個 因為我很意外了很高興 我想我能夠回到立法院就好了 因為有太多事情要做 那我秉持我一貫的信念 我照我一貫的信念跟做法去選上的 所以這一點讓我特別感到高興 那尤其我有這麼多好的團隊同仁 他們對我不離不棄 這一點我覺得人生就是這樣就夠了 你之前有跟他講說 就是你到立院還是會繼續送禮物給他 因為他跟我要的啦 是蔣萬安自己跟我要的 會 我會透過我們議會最優秀的 年輕的這一輩陳怡君議員 他非常優秀 那既然蔣萬安市長 他還是繼續跟我要禮物 那我就透過陳怡君議員 每次質詢的時候都轉給他 因為我知道他其實他講那句話的時候 他其實有弦外之音啦 他希望把我留在議會 但是我是跟他說 議會我就不留啦 但是禮物我照送 禮物我會透過我們陳怡君議員 他也是非常的犀利 我透過陳怡君議員 轉送給蔣萬安市長 所以蔣市長禮物不會少的你放心 �